觀眾朋友 實在說 這一陣子主持以來 就今天最興奮 最開心 什麼呢 幾個小時之後 對臺灣來講 其實這個名詞是我自己創的 叫做護國神器 那臺灣不是一個玉山 叫做護國神山嗎 可是恐怕這個東西 會比玉山更加重要的 福爾摩沙五號衛星 在幾個小時之後 就要發射升空 那福爾摩沙衛星五號 到底有什麼意義 有什麼功能呢 最重要是有兩個 第一個 它的CMOS 這個照相技術 超高解析度 高到多大呢 兩公尺以內的東西呢 看得清清楚楚 譬如說 蔡總統跑到哪裡去了 你從那個太空 在那邊拍下來 清清楚楚 譬如說路上有哪些車 譬如說 我們的海岸線 有什麼變化 譬如說之前 這些礦區 或是違法開發了 之前挖到哪裡 你現在開發到哪裡呢 拍得一清二楚 對於整個國土監測 非常非常重要 甚至我們在拍 所謂的臺灣海峽啦 太平洋啦 你都可以拍到說 船隻在行進的時候 欸 真奇怪喔 你這隻 那吃水這麼重 為什麼走這個方向 跟平常不太一樣 你是不是要走私啊 是不是要偷渡啊 這個國土 國安方面 更別談在軍事上的用途 譬如說 臺灣海峽 或者是所謂的 那個太平洋 有沒有潛艦啊 有沒有軍機啊 軍艦在活動 乃至於對岸的 飛彈基地部署呢 說實在 這其實不應該是服務的 現在檯面上的任務啦 可是只要想拍 拍 拍得一清二楚 這個是CMOS照相技術 超高突破 全部都是臺灣 完全自製 另外一個更重要 叫做太空魔方 黑石砂 不是魔術方塊 儘管他長的 跟魔術方塊很像 他去分析 全球的電離層的變化 分析那個要幹嘛呢 因為只要我們能夠 透過科學的論述 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 而目前這個技術 臺灣是獨步全球 我們就可以掌握 幾個小時 甚至是一天 三天 五天之內 會發生超級的大地震 我們真的可以透過電離層的掌握 而去預知地震的未來嗎 今天有話好說 在即將要發射福爾摩沙衛星五號的幾個小時前來談一談福衛五號對臺灣是多麼的重要 先來介紹四位特別來賓 非常感謝這次負責整個福衛五號發射以及運作的整個工程 我們歡迎是國家太空中心系統工程組的副組長蔡東宏 蔡老師你好 大家好 我是太空中心蔡東宏 蔡老師你面前這個就是浮衛五號 這個是一個模型 就是一個這樣子 可不可以很快的跟我們講一下 這個衛星那基本上它在飛的時候呢 就這樣的姿態 對著地照相 那這個假如這是地球表面的話 這個就是它的鏡頭 那它後面背著兩個翅膀太陽能板 那就是吸收太陽來的那個光 那轉成電能我們會儲存起來 那衛星本身它有各種的Sensor 那可以知道它在太空中它的位置 是它的姿態 所以現在假如它飛的時候呢 你希望它照臺灣某個地方 或是說那你要它飛偏一點去照別的地方 那我們都可以控制這個衛星 待會太空中來拍攝到我們要拍的 任何一個地面上的一個地點 了解 等一下再請老師好好幫我們講一下 我們再來談談 剛剛我們談到說CMOS這個技術 這個其實也是臺灣獨步全球 我們來歡迎是 也是國家太空中心衛星影像組的組長 劉曉金 劉老師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太空中心影像組劉曉金 說實在今天拜託你們三位特別來賓 帶來的東西真的會價值連城 那一片大片的就是CMOS 對 對 CMOS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我們是把那個照相機的功能 做在整片裡面 然後經過切割跟篩選以後 然後才出這樣一塊 這塊就是所謂衛星上面的深色 就是真正放在衛星上的照相的感測器 等一下 我們的衛星不是很大顆嗎 對 那你的CMOS 我剛才撞了整部 說多厘還是多厘 那一片小孩而已 其實大家別看這小小的十二乘以二點四公分 他已經是現在雙用衛星裡面最最長的CMOS深色 最頂級的 最長 最長 那我可以講說解析度最高的嗎 以他的獨一五二性來講 開始也價值連城 以他的那個獨特性來講 講是最頂級 沒錯 對 我請教那個組長一件事 福二其實就已經扮演非常積極的功能 等一下我們談福二呢 在台灣發生八八風災的時候 他就可以看到整個小林村被淹沒的情形 中國四川發生大地震的時候 他可以拍到四川 因為地震形成燕色湖 我們一拍到趕快通知中國說 趕快趕快 因為燕色湖如果一塌的話呢 那個是真的會擠 幾百幾千條人民會喪失 中國方面還感謝福衛 以及台灣方面的一些協助 然後更別談像是福島 311地震海嘯的那些情形 那相較起之前福二的豐功偉業 福尾 福五的解析度更高 高到說你所有路上的車 甚至人都可以看到一清二楚 福二的 福五的解析度 其實跟福二是一樣的 一樣 不過他的彩色的解析度是高於福二號 福尾五號在所謂全色態的解析度 跟福二號一樣是兩公尺 可是他彩色的解析度是四公尺 那福二是八公尺 那通常我們在農業的應用上面 用到彩色的波段是很頻繁的 那以這個優點來看 他是優於福二號 了解 等一下我們再來談談 CMOS技術了 特別要感謝是 其實在台灣太空研究 他應該是算泰斗權威 中央大學太空所的教授 劉振彥 劉老師你好 大家好 你面前那個就是 至少光造價就三四千萬 如果再加上軟體相關的技術 就六七千萬的太空魔方 是的 魔術方塊 也可以這麼說 因為他可以 其實剛剛主持人有談到 就是說他是做地震 其實他不只有這樣 他還可以做電離層所謂太空天氣 那他對於我們國家的 像通訊定位導航 都有一定的監測和一定的預報能力 所以這個是可以說在 我們將來未來人 就是我們人身民生的時候 不論是交通定位導航 包括剛剛講地震的這種前兆的應用 都是很特殊的 你那個就是掛在那邊 就是想你那個是實體還是模型 這是實體 這就是一個實體 就是這個大小 就是真正要放到福衛五號 放到太空裡面去 對的 對 因為這個原來這個這種技術 大概在二十年前的時候 他大概將近要到達十幾公斤 那現在他只要大概七百五十公克 那未來我們可以朝向兩百五十公克的前進 那但是他的功能跟技術 以及他量測的這個所謂叫做解析度和時間的分辨率 都是過去沒有辦法達到的 那也就是說他的功能非常的高 福爾摩沙五號放了這個東西 我們就可以了解地球 當然包括臺灣正上方的空氣 電離層它的一些變化 了解電離層的數值變化 你就有把握知道幾個小時 幾天之後要發生大地震 應該這麼說 因為地震的所謂的 他的等於他的變化 他所顯出的徵兆也非常多元 那過去的時候到現在 極致我們五號之前 所用的方式都是量電子濃度 還有離子濃度 還有包括是全電子含量 那太空魔方 他因為他能量離子速度 也就是說人類有史以來量離子速度 可以量 等於量電廠 可以確認他到底跟我們地震 是不是有很強烈的關係 所以可以排除很多的 所謂叫做誤報 所以這個是對我們地震預警 也就是說 對我們未來做地震的 這個所謂的前兆的研究 是有很大的幫助 我們到現在只能說什麼 P波 S波 就是爭取幾秒鐘的 這個所謂的逃命時間 那個叫地震預警 但你可以知道 要幾小時 甚至幾天之後要地震 我說這個solution 如果說有福衛五號 然後他的軌道 然後經過這種方式去探測 多一個參數 多太空魔方的加持之下 我們的探測的確認性 會大大提高 瞭解 等一下我們再來好好談 我們歡迎第四位特別來賓 其實也是我們今天 應該叫做科技翻譯 我們歡迎是科技新報的副主編輯 陳瑞玲 Dennis你好 大家好我是科技新報的陳瑞玲 等一下如果說我聽不太懂 就要多請教你 然後我們來看看幾個小時之後 福衛五號就要發射升空 研究人員小心調整角度 鋪著金黃色多層熱絕源體的福爾摩沙 衛星五號緩緩移入運送箱 這是他在離台前的最後身影 預計臺灣時間八月二十五號 凌晨兩點五十分 從美國發射升空 作為臺灣第一顆自主研發的高解析度 搖測衛星 福衛五號未來將延續福衛二號的工作 執行為期五年的太空任務 福衛五號有沒有 它是一個搖測衛星 換句話說從天上有沒有照影像回來 對我們譬如說有什麼國土的規劃 或者是有防災救災 都可以有幫助 耗資五十六億 歷經六年半的時間 福衛五號在二零一五年底 通過系統整合測試驗證 從設計製造組裝到測試 完全是本土團隊 主要原件也全部是國內設計研發 超過七成是自主製造 除了後續的整個衛星影像的拍攝以外 從頭到尾這樣來完成 這個是福衛五號最重要的價值 國家太空中心表示 福衛五號最近與承載 它發射升空的火箭烈鷹九號 展開連結作業 不論是電力或機械方面的結合 都非常順利 如果發射作業一切正常 在衛星進入太空軌道後的首日 就可以得知衛星功能是否正常 估計一週後可以陸續傳回影像 不過Dennis 你們對這個福衛發射 也非常在意 那福衛五號對臺灣的意義 到底是什麼 我覺得可能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一些自製的儀器的部分 就是那個自製比例已經提高了 就這三個東西 就是這些東西 我放它那個CMOS 自製的意義是 我們已經在技術上 可以跟歐美抗衡 可能還不至於可以講到這種 大概就是我們有辦法 就各種不同零件 然後組合起來 做一些整合 然後測試說 它的確是在一些比較刻意 比較極端環境下 比方說太空之中 能夠正常運作 然後拍攝一些我們所需要 或是檢測到我們所需要一些數值 不過我們也請教一下那個蔡老師 我們來看看這個是現在在美國準備的情形 這個是真的啦 這不是模型啦 這真的 福衛五號 就是生這種 現在在美國已經準備幾個小時之後呢 就要升空的福衛五號的模型 發射的關鍵 那不要出眉頭啦 發射的關鍵 你們現在擔心的是什麼 當然大家知道火箭最重要就是它那個點火那一剎那 那像SpaceX它在去年也曾經發生過灌燃料的時候 那因為它本身設計了一些問題 它把本來Facebook 委託他們發射的一顆衛星 就連火箭連衛星就炸掉 所以那當然它經過他自己美國內部的這個檢討 那當然它現在整個製程啊什麼都經過去修改 那所以整個火箭在靜態的時候是沒有什麼問題 那當它開始點火那一剎那 從灌燃料一直到點火那那個那個過程 那我想那個就是比較關鍵的一個時刻 這個是中央社從SpaceX的官網所攜取的一些照片 這個叫獵鷹九號 對 這個就是幾個小時之後 要搭載我們的福衛五號要升空的火箭推進器 對 關鍵就是在於升空 所以 如果不能這樣講 還是在於會有很多變數對不對 變數當然 不過目前以他的技術來講 尤其他過去 在他去年失敗 然後他恢復開始飛行之後 那過去很多個這個升空 看起來都還蠻順利的 所以您負責的是說當成功發射 然後進到地球外面的太空軌道之後 如何讓他維持正常的運作 衛星的設計就是說 我們在發射後差不多十一分鐘十六秒 那火箭就會幫我們把那個衛星推出去 等於跟火箭脫離 這個在發射那一天在SpaceX的官網 現在的技術都已經做到他直接上面有放攝影機 所以你可以就直接看到衛星被他推出去 那一推出去以後 我們這衛星上面有電腦 他就醒過來了 那這個程式就開始運作 就像你把你的PC把Reset一樣 他就開始運作 所以我們裡面就產生一順序的一些動作 包括分離以後一分鐘 我們的兩片收到太陽能板 就會自己打開 那打開以後在他的狀態就可以 假如那時候有太陽 他就可以開始利用太陽去發電 然後他在到他的軌道這樣飛的話 差不多在通可能在發射後 大概八十幾分鐘 那我們的衛星就會通過北極的第一個地面站 那我們會根據我們預測的那個衛星的軌跡 就會遙控那個地面站的天線 對準衛星 然後去跟他講話 那這時候假如一切都很正常 如果我們預期的話 那我們會看到 可以收到衛星傳下來的資料 就像你們在做轉播的時候 那個衛星把那個訊號送到你的衛星 SNG車一樣 那海外的地面站 就會把資料傳回來太空中心 那我們那邊那個操作團隊 已經在那邊早就在那邊準備好 所以我們會看到衛星的狀況 不過蔡老師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這個是福衛五號很簡單的介紹 那是運行在七百二十公里太陽同步的原型軌道 九十九分鐘就是一百分鐘繞地球一圈 一個多小時就可以繞地球一圈 對因為他在上面的速度大概是一秒鐘七公里 一秒鐘七公里 一秒鐘 一秒鐘七公里 對 你要這樣的速度 他才能夠維持在這樣的軌道 他才能夠 才能夠不會讓他才不會掉下來 假如他飛太慢的話 那就掉下來了 不需要動力嗎 不用 因為他就靠他的一個慣性 他的理性力 牛頓說的動輒橫動這樣子 對對對 這麼神奇 然後兩天繞行臺灣一周 對 在同一個時間點 你一百分鐘就繞地球一周 怎麼兩天才繞臺灣一周 那因為我們的軌道面 他並不是這樣一直不動 他在繞的時候 那軌道面會產生 他會有稍微的靜動 就是說這次過 這次比如說過臺灣 下次他可能跑到另外遠一點的地方 就這樣一直變 所以他才會軌道面會這樣 像個陀螺一樣 這樣繞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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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繞 繞回來臺灣 所以你兩天繞臺灣一周 你一定要拍臺灣嘛 對不對 否則浮衛升空就沒意義 對 那你繞到其他地方 繞到中東 繞到美國 繞到中國 可以拍其他地方 想拍就可以拍 對 想拿到什麼資料 就可以拿到什麼資料 對 所以為什麼說 這個衛星是最好的工具嗎 因為只要在地面上那個東西 它是沒辦法隱形的 除非你躲到山洞裡面去 是 那要不然只要是在地面上 外表的東西 那我們就是可以直接得到它的影像 不過我們也來看看這枚衛星 這是台灣首枚自製的衛星 結合產學研50多個團隊 經過六年 總經費花了將近60億 然後呢 核心技術 就是我們面前講的 第一個 CMOS 光學搖測仇載 以及 AIP 就是剛剛老師前面那個魔方 科學 仇載這兩個技術 我再請教一下組長 CMOS 究竟在我們的太空搖測上面 它的重要性是什麼 因為傳統的照相機還是用CCD 那 CMOS 畢竟就是說 它主要就是說 它把照相的功能跟 就是電轉 就是電荷轉電的功能都結合在一起 那就是說在這麼小的一個空間裡面 它很容易就產生 noise 所以就是說 它需要克服的是說 它的 noise 會比CCD大 所以截至目前為止 就是 商用衛星基本上還沒有拿 CMOS 來做成照相機 OK 那台灣最主要 那第一個是CCD輸出許可的限制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在半導體的產業 台灣掌握了它的優勢 是 所以我們在 就是服衛五號的初期 我們就決定自己拿 CMOS 來做我們的照相機 那服衛五是全球第一枚 仇載 CMOS 的衛星嗎 就是說 我們所謂的 Linear Sensor 然後是 就是說這麼長 然後 涵蓋這麼這麼 所謂的 Long Trip 的 CMOS 是第一枚 那面型的 CMOS 比較小的 事實上 現在已經有在上面 但最大的 對 最大 而且是線型的感測器 就是服衛 我們再來看看 服衛五號 它的重要 以及對臺灣的意義 究竟是什麼 臺灣第一顆自主研製的 姚測衛星 福爾摩沙衛星五號 將在八月二十五號 從美國發射升空 未來會成為太空中的 大型照相機 所拍攝的影像 可應用於國土安全 學術研究 及國際人道救援協助 國家太空中心指出 負責攝影的核心技術 光學姚測 抽載完全Made in 臺灣以國內研發的CMOS影像感測器 取代傳統CCD 而為了承受太空的極端溫度 團隊說光是晶片的安裝 就花了半年的時間 這是國外掌握技術 他們不會輕易洩漏 已經有個地方也卡了大概半年 那我們曾經嘗試去詢問 國外的研發單位 但他不肯透露技術細節 所以我們就靠自己去突破它 福尉五號 每兩天就會通過 臺灣上空一次 將在七百二十公里的 太陽同步軌道拍攝地面 影像最高解析度 可以達到黑白兩公尺 彩色四公尺 比福尉二號的彩色八公尺還要好 而除了影像紀錄 福尉五號還有另一項科學任務 會搭載中央大學研製的 電離層探測器 建置太空天氣模式 和觀測電漿擾動變化 並研究電離層在地震前的異常現象 未難以突破的地震預測 帶來曙光 那目前為止呢 全世界最先進的 真的是先進中的先進 它是非常非常的精準 而且它的量測非常的靈活 也非常的 過去的衛星都是臺灣 把本體交給國外廠商做系統整合 做好再回來臺灣測試 福尉五號是臺灣第一次自行研製 整合任務仇載的衛星 不但最具臺灣位 也是臺灣太空史上重要的一大步 不過劉老師還是要請教你 我們等一下會再談一談福尉二號 雖然已經退役 但是他之前真的做了非常多豐功 偉業 可是福二跟福五來比一比 儘管你說那個解析度其實差不多 不過在彩色上還是進步很多 我們來看看左邊呢 這就是福尔摩莎二號所拍的照片 一樣的地方 福五拍出來呢 解析度就是高很多 那我們再來看看下一張 你就可以很清楚看到 那個劉老師這個是哪裡 這是機場嗎 還是 這是美國的加州某一個空軍基地 對 這個你可以給人家拍喔 那個當然都可以拍 這個其實是沒有約束的 真的喔 對 他們如果地面上不遮任何東西 我們當然就拍得到 那如果說那個也許軍方啊 說拜託劉老師拍一下 像他們最近對岸在軍演啊 飛彈基地部署的一些變化啦 其實拍得一清二楚對不對 可以拍得到 不過他們通常會做一些 那個遮掩啦 但遮掩他還是要移動嘛 對 人員車輛一定要進進出出嘛 沒錯 你一拍大概就大概很清楚 那轉移陣地 地形地貌也會有一些改變 對對對 那我再請教 所以譬如說啦 那對岸應該也擁有差不多的技術 蔡總統在總統府的中庭廣場 喝咖啡 衛星拍得到嗎 其實單單以一個人的話 很難拍得到 但是你看得到其他隨乎的人群的 那個樣子 對人群的樣子 人群的排列組合 你大概猜得到 那個人是誰 應該可以可以猜得到 言下之意說 我們可以把對方的一些行動 看得一清二楚 對方也早就把我們摸得一清二楚 還是會有一些誤判 我想 就是 對 就是說單一 以一個單一影像 是不容易看得到 可是如果說 你有多張影像 然後再加上一些 那個推估 是可以猜出一些端倪 我想 Dennis你怎麼看 所謂的這個CMOS 或是之前的符衛二號 這種超高解析度 在應用上 我們可以做什麼 所以民生用途的話 可能比方說 以政府機關 可能就是追查 那個 比對那個 不同的時間點的 差異 可能就是可以抓出污染 或是倒閥 然後這片森林 突然在下一張 就下一個時段 他已經不見了 那我就知道說 那邊可能有人在倒閥 然後可能就做一些 再進一步去追查 不過我們也來看看 這個是 我們來看看 莫拉克風災的時候 小林村的樣子 再拜託 導播給我看一下 這一張就很清楚 我們在88風災的時候 這個是之前拍到的 小林村 一模一樣的地點 那這邊還有一些聚落 可是在88風災發生之後 這邊就整個被淹沒 對 沒錯 那這個意義是什麼呢 你就很清楚 可以告訴 不管是政府 或是相關單位 救災的方向 沒錯 重大的資訊 我們再來看看 其實這個是 也是很重要的 311大地震 這張照片 其實看得更清楚 這個是311之前 仙台地區 當然就是非常密布的 這些住宅 或者是一些聚落 一些工廠 但是你看到 311發生之後 這邊就整個不見了 還有被水淹沒了 對 尤其那個彩色影像的 有一個波段 近紅外 它對那個水的淹沒 特別敏感 所以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波段 去偵測出有多少的淹沒區 對 那311地震這個例子 就就把那個 我們衛星有高載訪率的 這個特性也提出來 是 就是我們剛好 因為也可以全球拍攝 所以我們在那個災前其實就已經拍到 那個仙台地區的影像 那剛好地震一發生 我們就馬上去拍攝 那而且是連續拍攝 所以很快的就可以比對出災前跟災後的影像 那這在當時 其實少有衛星能做這樣的事 所以我們等於是很快的提供了 所以這一張 我們就很快就給日本做 對對對 日本自己拍不到嗎 就就像剛剛 剛剛劉老師也有解釋 就是時間的 我們所謂的時間解析度 也就是說它在訪的頻率 如果是衛星的設計是很 在訪頻率很高的話 其實我們掌握了一定的先機 其他的衛星 或者是受雲負率的影響 或者就是說它好幾天以後才會再來 對 所以它沒有辦法連續的拍攝 我們剛剛講到幾個小時之後 要升空的浮衛五號 是兩天繞臺灣一次 對對對 那反正我就不要烏鴉嘴了 如果說剛好是現在 浮衛五號不在 那我們急需要一張照片 我們也拿不到 但也許日本 也許中國的衛星 剛好在我們最需要那個時間點 就在我們的上空 拜託的那張照片 所以我們浮衛二最重要的就是 即時提供給 不管是中國 或者是日本 或是其他相關國家 很重要很重要的 救災資訊 廖老師到底浮衛五號 等一下我們會好好談你的魔方 可是光解析度 光提供重大資訊 浮衛五號會扮演什麼角色 主持人是最有趣的 剛剛這個組長已經提到 就是說浮衛五號 和浮衛二號 全世界 所謂叫做每日重返 或是隔日重返 很重要就是說我今天看 明天看 每天都盯著你看 所以你其中的變化 就很容易被偵測到 這也就是說 我們浮衛二號 因為具有每日重返的能耐 也就是他可以重疊影像 也可以比對影像的差異 所以對於一個災難的變化 其實浮衛二號當年 就是在四川地震的時候 事實上是解放軍 在跳傘的時候 是每個人拿了一張去救災 也就是說地震一發生之後 我們把我們的衛星 直接就對著那個地方 開始做進行 這個是遙測的那個技術 所以對於他的整個環境的變遷 也就是剛剛主持人也提到 他在哪個地方 要看哪個地方 要去著先著重去救災 那其實還有一件很有趣的是 北韓的地下核時報 那個地點事實上 是我們福二號找到的 因為今天看 明天看 後天看福二找到北韓 事報核指的地點 對這證據 連美國都拍不到 美國其實是美國 像我們臺灣藥這個觀測的證據 日本也沒看到 韓國也沒看到 你這樣講有沒有洩密 其實這不是秘密 因為當時是聯合國制裁 他的時候 他那個美國 事實上是跟臺灣藥的資料 因為最主要剛剛提到就是說 除了解析度這些東西以外 我們福二五號跟二號 最特殊的設計 因為我們擁有自主的能力 所以我們可以去讓他 每日重返或隔日重返 是 所以這個的重返的那種資料 是非常的重要 對於國土的變遷 跟這個所謂的叫做國土安全 以及各方面的資源的應用 比方說我可以去很簡單 早期的時候 除了剛剛講土石流變化以外 我對於這種像相當的環境的變遷 水流 包括漁群的移動 所以對漁業農業都有很大的 這種幫助 不過我們來看看2008年的時候 這個是中國四川強震 其實最重要的是說 因為我們是一直繞一直繞 我們資料是一直累積 所以我們可以有昨天的資料 前天的資料 一年前兩年前五年前十年前的資料 那一對比就知道說哪裡的地形地貌 怎麼變化 2006年中國四川是長這個樣子 五月 五月的照片 可是呢 零八年發生川震之後 你就可以很清楚 譬如說這張照片 他的河道是這麼寬 可以之後可以變成這麼大 什麼意思 驗色湖形成 驗色湖 其實之前八八豐災 我們也有形成了 驗色湖一旦發現 你就要趕快通知中下有人 趕快撤離 因為他一定會貪 一貪就死人 我們來看看 之前撫衛二號 不管是在臺灣的八八風災 不管是在日本的三一一大地震 乃至於中國四川地震 扮演了非常非常關鍵的角色 浮衛二號可對同一地點每日取向 珍貴的衛星影像畫面 傳遞了人道關懷的課題 也是各國防災及救災的重要決策 參考依據 這是大地震前的四川北川縣城 2008年5月12日 中國汶川發生規模7.8的強震 之後幾場大雨造成激水七千萬噸的唐家壩燕色湖 水災重創臺灣 小林村殘遭土石榴淹沒 浮衛二號近幾年來 持續關注小林村的最新變化 不只小林村其他地質敏感區域也都受到嚴密監測 這是為了讓政府的防災政策更有依據 預防下一次災害發生 2011年3月11日的日本福島大地震震驚全世界 福衛二號立即協助拍攝 並將影像傳送到日本的內閣府 及國土交通省 幫助他們掌握災區淹水損害情況 這樣連續拍攝了兩個星期 對於日本的救災作業 提供了很大的注意 這一段影片是福衛二號服役十年 所拍攝的一段紀念影片 不過福衛二號已經在去年 功成身退了 我們來看看福衛二號 到底做了什麼樣的事情 福衛二號其實是一個研究科學的衛星 他不是為了要監測 不是為了刺彈敵情 當時帶著是搖側照相儀升空 每天繞地球十四圈 部署長 那福五是繞幾圈 一天 一天也是大概十四到十五圈 所以差不多 差不多 那這是當時世界上唯一可以對全球 每日取向的光學搖側衛星 然後呢 在兩千零四年 高空向上閃電儀觀測到大氣發光的現象 這也是第一次紀錄到 然後呢我們來看看災害評估最重要 其實大家就說 其實這就是科技外交了 我們幫助別的國家救災 當然也幫助自己 零四年明杜利颱風七二水災 然後南亞海嘯艾利颱風 都拍到很珍貴的畫面 零五年美國卡錘那颶風巴基斯坦地震 零八年四川強震 南極威爾金斯的這個冰架崩解 這個都拍得一清二楚 所以地球暖化的證據就是 也是我們提供的 再來零九年莫拉克風災 小林村的這個影像 澳洲的大火 一零年假仙的地震 冰島的火山爆發 也拍得一清二楚 一一年福島強震海嘯 連續一個月提供災區影像 智力的強震蘇敵的颱風 還有一六年台南強震 也扮演關鍵的角色 我再請教一下Dennis 那在未來整個防災應用 浮衛五號可以再多提供什麼東西 我想就是彩色那影像的擷取部分 他的解析度就提高了 那其實可以幫助做很多判斷 因為其實還有一些 從那個偵測到的一些影像什麼的 其實可以看到說 比方說這個地方可能原來是稻田 所以他可能發生什麼災害了 突然就整個就不見了 或怎麼樣 那可以輕易的就被上空 臺灣上空衛星給拍攝出來 然後進來去推測 我們該才有什麼措施 所以未來在其實 不管是國土監測 國家安全 甚至我剛剛一開始講的 因為其實我們之前也稍微了解是說 臺灣現在已經有能力對於一些船隻 去做身份見識 所以船隻的行進方向 甚至說船難 或者是說之前有所謂的那個肉油事件 那個油野流啊 哪裡啊 把人家弄成這樣範圍有多大 你該從什麼方向 以及洋流海浪怎麼飄 那個可以掌握的一清二楚 這個是之後服務CMOS 將會對臺灣整個國土監測 扮演重大的角色 還有一個可能大家很認為說 真的辦得到嗎 之前每次地震的時候呢 你頂多就是P-Po S-Po 爭取個幾秒鐘而已 所有人要預測地震 那都往路線 叫你去買那個什麼貨櫃 那都往路線 那都不要插味 可是真的可以沒辦法預測嗎 我們來看看 這個是浮衛五號 剛剛劉老師面前的這個東西 先進電離層的探測儀 我們來看看這是什麼意思 我們來看看下一張 什麼叫電離層 在大氣裡面呢 我們有一塊呢 就是我們的對流層 那個那個氣流就是飄來飄去的 再上去就是平流層 再上去呢 電離層就是我們的 我也不太瞭解我在講什麼 我們有液態固態氣態 你如果對空氣在持續的加熱 它就會變成所謂的那種電離的狀態 那就是叫什麼電漿 我們在看的電漿電飾 就是對氣體一直加熱 它就變成第四態 而這個第四態呢 是在大氣裡面扮演非常大的一個空間 我再請教一下劉老師 到底那個關聯是什麼 你去了解這個電離層的一些變化 為什麼你就可以說就會有大地震 這個因為一般來講呢 這大地震在要發生之前 它有一個板塊的擠壓 那在實驗室裡面有發現就是說 如果把兩個物體給它做很大的一個 算是擠壓的動作 它會產生電荷的分離 也產生電場 這是因為剛剛主持人提到就是說 物質的第四態就是電漿態 它基本上是電子跟離子 正離子所組成 所以當你有電場的時候 它就開始重新分布 也就是說地表的這些電荷 因為它傳到電離層裡面 讓它的這個電子濃度呢 做不同的分布 那接下來講的就是說 過去觀察呢 都是看它的電子的濃度的多寡 因為一旦有電場產生的時候 要嘛是把電子給它吸過來 要嘛是把電子趕走 所以我在正央的上空 我就知道大大地震前面 就會出現這種現象 但是過去一直問題就是 我們一直要找是那個電場的證據 存在何在 我們的浮衛五號的太空魔方 就是第一個 這個有具有這種量測 它電場的能力 也就是說 過去的就想說 你只看到就講話的話 那現在是浮衛五號的先進電力參測儀 它可以提出說 它到底確認它是不是偶然 還是真正有個大地震的背景在推動它 所以五號的先進電力參測儀 就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驗證角色 很確認的角色 我不知道這樣子有沒有任何科學根據 我們人類通常都是比較後知後覺 地震來之前 你會看到動物會有很多的奇怪的行為 那就表示說大自然某一個東西改變了 那個東西就是電力層嗎 應該說大自然中感知到這個電場的改變 其實在古時候 中國他們知道所謂的地牛 地名如牛 就事實上它是一種聲音的變化 但是日本它很有趣的 他們叫做鯉魚翻身 也就是大地震前呢 河底下這些這些土塞 統統要補起來 因為大地震要運板塊擠壓的時候 會產生電荷電磁脈衝 所以魚受不了 所以就是為什麼很多深海魚 它會往上浮 但是這些東西都是生物上感知的 遺跡上面過去都一直沒有辦法量測 那但是在浮衛三號的時候呢 它就有能力量到這些電子濃度的改變 但是光有電子濃度改變 只是事後的一個反應 它的源頭不知道 浮衛五號的這個所謂叫 先進電電層探測器太空魔方 它就是量它的離子速度 經由離子速度的改變 我們就可以去推算 它驗證這個電廠存不存在 也就是說過去的這些是巧合呢 還是是誤報 那我們的浮衛五號 提供了一個再次的驗證 OK 那我先請教幾個基本的 為什麼你面前那麼小的一個東西 剛剛我們談到所謂的電漿是物體的第四態 所謂的第四態就是你大概肉眼看不到 是不是這樣 肉眼在平常中一般的像那個閃電 極光都是電漿的一個行為 那為什麼你那個面前那個東西 在外太空可以測到台灣本島上方的電離層 其實這一個東西剛剛也提到一個問題 我要跟大家講就是說 這個是全世界最先進的一個儀器 那它上面擺的這東西是一個篩網 所以當我電漿例子過去的時候 它經過那篩網的偏折角 我就可以來估它的速度大小方向 那你那不是在外太空嗎 是的 因為太空裡面充滿了 太空裡面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電漿太存在 OK 所以地球上的電漿變化 就會直接影響到地球外的電漿數據 應該說地球上面大氣層或地表的電廠 就會影響到電離層裡面的電漿的數量大小方向 運行的方式和電漿的運動 OK 某種程度我現在瞭解 好那接下來問題 那電漿或是電離層的變化 難道只有地震地殼變動這個因素嗎 不是 因為這就是因為為什麼我們需要浮衛五號太空魔方 因為地震所引起的它必須具有相當程度的電廠跟電流 那我們太空魔方就有能力去量 除了電子剛剛主持人講的 除了電子濃度以外 它就有能力去量它的電子離子速度 也就可以用來算電廠 所以它可以避免我們的誤判和我們的誤報 也就是說你的面前這個太空魔方 可以很精準地測得地球上任何一個地點 當然要浮衛經過的地點 電離層的電廠的變化 那變化數值你再去套 也許是太陽活動的關係 也許剛好那時候就有地震 或是兩三天後 那個地方就有地震 所以你就會有更多更多實證的資訊 得到一個結論 到底那個變化跟地震跟太陽 跟其他關係的觀點是什麼 是的 我就可以區別兩者的關係 之後你就可以建立一個模型 當它的數值有什麼樣的改變 而排除其他的因素 譬如說排除太陽活動的時候 那麼很可能就是大地震的前兆 主持人完全訴說正確的描述 這整個功能和它的科學意義 也就是說讓浮衛五號飛個五年十年之後 我們在預測地震的技術上 就會有飛躍性的進步 正確 將是全世界最大的突破 全世界我們現在的位置在哪裡 我們是全世界第一 叫我第一名 台灣人說叫我們第一名 感謝你 第一名 不過我們來看看 浮衛五號在台灣 其實大家可能都會對自己 比較沒有自信 那台灣有可能說在太空技術 跟人家中國跟美國跟俄羅斯 一較長短嗎 恐怕真的是我們有這樣的能力 我們來看看 浮衛五號百分之百自製 是累積了過去浮衛一號組裝的經驗 二號的軌道設計 三號的電力技術 證實了台灣有百分之百自製能力 同時浮衛五號資料取樣靈活 穩定度高 是有競爭力的衛星產品 我們在過去透過國際合作 逐漸地把這些所謂的製造的過程 一點一點累積下來 那五號最大的特徵 就是到現在我們終於突破了 包括我們的主觀測的 這個所謂叫做搖測酬載 百分之百自製 那我們的AIP 現在所謂的現金電力產 甚至是全世界最 所以說取樣最好 而且在設計上是最精密 研發浮衛五號耗資五十六億 推估未來售價只有國外同等衛星的三分之一 浮衛五號的研發成功 證明台灣有能力自製先進衛星 衛星影像可運用在國土安全 防災 勘災 環境監控 以及科技生活等等 太空商機似乎可以有無限大的想像 CMOS在國內產業界 我想在全世界是排名第一的 所以我想我們這一次很重要的 一個計畫的目的就是希望用台灣 產業的一個優勢 然後來加持我們的太空計畫 行政院長林全宣誓 將要繼續發展太空產業 但單靠研發還不夠 要將整個產業帶動起來 學者認為太空火箭 小衛星和地方衛星的研發投資不足 希望政府讓國內廠商有機會參與製造 及發射 將台灣高品質的衛星 行銷到國際市場 記者綜合報導 所以Dennis台灣真的有辦法幫其他的國家做衛星 賣衛星給他們嗎 我想這要長期一個資源的投入 而且是不能去簡短的 這叫持續一直去做 然後大家願意去委託我們去製作 然後去發射上去 為什麼人家要買我們的衛星 這可能就看我們特定的一些技術 有沒有到達一定的水準 李老師 首先我要說明一件事情 之所以為什麼世界各國 尤其是美國人 為什麼找我們台灣合作 第一個 浮衛一號是全世界最佳的科學衛星 最完整的電力層的這所謂的觀測電動儀 浮衛二號是全世界所謂叫做 每日重返 對於這種觀測環境監測災難重建 是做得最棒的一個 剛剛主持人已經列下了 浮衛三號是號稱叫做全世界最佳的溫度計 在電力層外面 電力層太空天氣 其實在未來的所謂的 因為人類所的高度發展 我們仰賴衛星技術越來越嚴重 也就是定位導航還有一下我們的電器 其實大家對前幾天 不是停電嗎對不對 太空天氣 它可以一瞬間 它如果強大的太空磁暴 它可以把所有的這個電力系統幾乎關閉 那時候你包括人造衛星 包括地面東西都會中斷 那這種電力層的變化 是扮演所謂電力層太空天氣 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浮衛三號是因為有著擁有全世界最佳的 電力層太空天氣的現報監測 預報模式 所以台灣人其實在衛星的技術上是無與倫比 那大家可能都沒有去注意到這個 那我們浮衛五號 因為基於這個浮衛一號 這個一匹就是那電力層 電力層電漿探測儀一匹 加上浮衛二號的這個所謂每日重溫 變成隔日重返 高度的這個解析度 主要的問題就是說 你把掌握了自我所謂的 自我關鍵技術 你可以買高度的這所謂的 就是說先進的儀器 但是資料的解析各方面 人家是不會把如一如十 傳給大家 所以當我們有自主能力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充分應用這些資料的技術 也就是說軟體工程資料分析 跟硬體的發展是一樣的 一旦只有你自主 你才有辦法在軟體資料處理上自主 你才有辦法達到高精密度 高解析度 比對資料的前後的差異 才能判別資料的真偽 那也就是說我們的太空產業 其實有些地方已經是有逐漸的 像世界各國來他們來學金以外 另外一個太空中心其實已經有開始 對國際的合作跟服務 那我們的其實這個五號的AIP 已經有美國的這個相關單位 來取這個所謂叫做電力 先進電力層探測儀的資料 塞進他們的電力層太空天氣模式 要提高這個所謂的定位導航 對於他們的軍事的通訊 和民間的這個計程車定位導航 都是要給予逐步的改進 尤其下一代的叫做航空的高解析度的 這個太空天氣的導航 以後再也這個飛機航線 在美國跟日本已經不再利用 所謂地面的控制點 而是直接用GPS 直接導入到你的機場 所以對於能源的節省 對於這個飛機的安全 飛航都有大大的改進 其實福衛五號的這個現在目前的做法是說 他是災後重建和國土安全維護 那他的前面的這個就是AIP 事實上做一個像是就是說災難的 地震災難的這些預警 所以預警跟災難重建 兩者是配合起來 所以福武其實是應該 不是只有過去的福武 他是具有這個所謂的災難的一個先知的 預警跟災難的一些重建 所以他是一個很完整的一種 支援衛星 是 這是跟世界各國不一樣的 那其實剛剛提到就是說 我們的技術其實台灣人都點點做 點點努力 那製造的成本一般來講是世界各國的 大概是 因為你們搞科學都不會行銷自己 這個這個就是說 當然要證明自己的實力以後 你才有辦法走出去 其實太空中心在過去的二十幾年來講 最主要的最大的突破就是 不論在衛星的本體和相關的這個原件 以及這種科學的籌載和應用的籌載 都有很長足的進步 那就像剛剛主持人講的 基本上是不會推銷 那但是你如果上網去按一下這個鍵 很多地方 其實我們台灣做衛星的技術和衛星的能耐 都是世界上屬一屬二 那再加上要說明這件事情 其實衛星除了是屬於這種高科技的東西以外 它其實它編制在武器類 也就是它對國防和國土安全和資源應用 都是非常重要的 不過這一集我們大概不太能講太多了 就是說在國防上 因為還是很多機密的部分 但是劉老師我請教你 那一般民眾在幾個小時之後 服務五號升空之後 我們可以取得服務所拍攝的照片嗎 我們就是可能可能一個星期以後 對我們現在比較保守 一般民眾拿得到嗎 上網訂購就可以 要錢 對對對 我們很便宜 就是我們粉著服務國內民眾的精神 所以其實只是手續費 手續費 不過我還是再請教一下蔡老師 服務 剛剛我們談到台灣要發展太空產業 真的有辦法嗎 我們的利基在哪裡 我想台灣最強的還是在我們原來的那個電子產業 就原來這個基礎 就是像是C-MOS C-MOS這些原件 那模仿嗎我們自己做 模仿是百分之百自製 全世界第一 因為有些關鍵技術不能說 我們的資料量測出去之後 你一般他有個掃頻 就是把電壓加到最大 然後再拉回來 世界各國出去回來 那個路徑是不一樣的 服務這個AIP呢 就是先進點點餐廠 也是唯一可以重新回那個曲線是一樣的 所以已經有人要來買 通通都是自製的 對 那服務他等於說他用中心第一個 我們把整個太空的這個系統 把他自己建立起來 所以將來一些原件 其他原件 就國內做的這些原件 你要上來這邊做驗證 那才有機會 假如你今天台灣 假如你一個公司 他做了一個 一個原件 那他想要到別人的衛星去做驗證 那他可能會收取他很高的費用 因為他把它當作一個乘客 是 那看待 可是今天我們是把它當作 我們衛星組成的一個分子 那所以像AIP他到福衛五號上面來 我們把它放在這上面 他跟著那個搖色酬仔一起飛行 那事實上他只要提 他 就是說他只要提出他製造的成本 那我們並不會說 因為他放在這上面 好像把它當作 我們是在為他服務一樣 去收取他一個很高的費用這樣 所以福衛五號 我覺得他對台灣還有台灣最重要的就是說 他從現在開始 我們就有一個這樣子完整的一個平台 這是我們自己可以控制的平台 那後面你要再一直外加所有的原件 你要在台灣繼續發展 你要把它帶到太空中去驗證 那才會有機會 那只要我在我們自己的平台驗證上通過 那以後你假如說 我們要單獨賣給別的衛星 賣給別的國家的話 那他就有這樣一個太空傳承的這樣一個經驗 等於像認證過的一樣這樣子 福衛五號是屬於科學研究 跟整個環境國土監測 那在服務之後 我們有打算發展 不管是通信衛星 或是其他的衛星嗎 那目前的話 就是明年有一個 他是比較像 福衛三號的後續是福衛七號 他是跟美國的那個 大氣總所合作的一個 類似氣象的衛星 他是更先進的一個氣象衛星 那在這個之後的話 我們也許會 繼續朝著這個原來搖車抽載 這樣的方向去開發下一代 那更先進的這樣子的 CMOS的Sensor 廖老師你怎麼看待未來臺灣的太空產業 我必須說 只有在自製的這個力積下面 我們才有競爭力 才有競爭力 而且我們現在是兩米 如果沒有自製的經驗 我們沒有辦法達到次米 就是說你如果想要看到幾十公分級的東西 沒有自製的經驗 我們是做不到的 但是未來很可能 很可能 我們就可以看到蔡英文 在總統府廣場 對 喝的是美式咖啡 還是卡普吉諾 我們希望 那樣的一個解析度 不過劉老師 見變說 那政府的政策該怎麼做呢 我們真的有權力在發展太空產業嗎 其實太空基本上是一個 所謂高科技的火車頭 有很多民進的 其實如果仔細看 每一年都有一些新的產業 衛星相關產業在臺灣誕生 現在我知道在我們學校前面 就有一些新的 所謂的太空產業 事實上是跟歐洲太空中心合作 也就是他們的原件 是我們這邊提的 那也剛剛那個蔡總統也提到 就是說事實上太空中心 辦一個角色 可以用來做這些 協助他們做一些診測啦 測試 然後還有一些發展的 那種技術方面傳播 那太空中心的協助 也讓我們學界 等於說在仇宅上面 太空仇宅上面 做了很長的經驗 其實太空魔方 只是其中一個 其實還有很多的 這個相關的所謂 關鍵的這個科學儀器 和應用儀器都是在這邊 臺灣就是默默地在耕耘 在做起來 不過你看我們這次發射 要跑到美國加州去發射 所以我們很顯然 我們是沒有發射的能力 是 然後很顯然 其他國家應該也都有 自製衛星的這些能力 那相較起他們 我們的位置會在哪裡 您提到就是說 其實在自製 就是衛星整個的自製 剛剛我們也談到 就是說大概在全世界 如果排起來 我們大概在前十年之內 那這些前十年裡面 有很多所謂的自製 他們只是買回來自己組裝 那臺灣在過去二十幾年的努力 我們剛剛提到就是 我們自製能力是百分之七十 但是要注意到一件事情 那個百分之三十 不是我們不能自製 而是不值得自製 而是直接買下那些 拼裝起來的東西 關鍵技術 基本上我們能自製 所以未來臺灣 就是我們的位置在哪裡 其實我們在衛星的製造 我們有完全有能力去製造這個衛星 是 其實最重要的是 大概幾個小時之後 禮拜五凌晨的兩點五十分 福爾摩沙衛星五號 就要正式發射升空 大家拭目以待 非常謝謝您今天的收看 以上節目可在公視網站 加七服務影音網隨選觀看七天 好節目不錯過 公視加七 讓精采繼續 喜上眉燒是哪個燒 請作答 情侶祭窮是哪個情 請作答 哪個祭啦 是 前面前 你有什麼問題 我就說出題很緊張啊 而且是前禮祭窮 你情侶 剛剛已經注意我還是錯了 我的天啊 都對喔 出神教你還都對 謝謝你 一字千金帶您領略中華文字之美 現在只有我們兩個醫師 怎麼樣做不做 但不管成功或失敗 你手上的病人是不會知道這些的 我保證我一定會救我 周周推出 與不同主角的AR合照 幾日起 將照片上傳到公視粉絲團 麻醉瘋外活動專頁 並分享到個人藝術 就有機會獲得 禮物品機 協議箱 雙人五碗餐全 活動詳情 請上官網查詢 好神奇喔 這樣做勞做耶 這樣就可以幹嘛 這樣就可以倒電 這個把它丟進去洗跟轟 還能倒電嗎 智慧衣 是它穿在裡面的吊肝 還是說是外面的這邊衣 我們來看一下開合跳之後 這個有沒有變化 來 開始 你又很緊張嗎 那你幫你看我 她已經沒問了 你還突然進去 你還沒看我 好